土豪一家又发起挑战 现场摆满100万纸杯 将乒乓球投入红色、蓝色、绿色和紫色杯中 就会获得神秘的惩罚、奖品或挑战 如果将球落入到其中一个1000英镑的银杯中 并且如果中投奖 则在中间的银色和金色中间还有另外两种颜色 游戏开始 第一轮挑战 土豪将球投入了红色杯子 惩罚土豪偷偷去开老妈的车 这有点难度 老妈最宝贵的就是她的车子 土豪让老爸把老妈引到门口 土豪当着老妈的面把车开走 果然老妈气急败坏地追上去 轮到老妈 同样投进红色杯子 惩罚老妈吃变态辣的鸡肉 老妈才吃第一口 就感觉嘴巴要烧起来一样 艰难地把最后几口吃掉 老妈辣地直转圈 最后跑到冰箱里取出冰块降温 结果冰块还粘在了嘴上 轮到老爸 投进了紫色杯子 是一个神秘的挑战 老爸转动转盘 转到一个挑战项目 要求举重100公斤 老爸一开始很轻松地 就将50公斤的杠铃推起 接着开始挑战100公斤 没想到这次挑战失败 差点把自己压到 老妈和土豪把老爸解救了下来 不得不说 这100公斤的杠铃 看着就让人腿软 第二轮挑战开始了 这次挑战特技击球 土豪拿拳头击球 将球击入了紫色纸杯 土豪获得三次投球机会 第一次就把球投入了银色纸杯中 获得1000英镑的奖金 土豪高兴地手舞足蹈 轮到老妈机球 老妈选择用脚踢球 将球踢进一个绿色的纸杯 获得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接着轮到老爸机球 老爸选择用头踢球 将球击进一个绿色的杯子里 获得了一个直发书 尴尬的事情来了 请问光头怎么使用直发书呢 土豪的老爸等重好头发再使用吧 或者可以借给土豪妈妈用用 因为前两轮众人都获得了奖品 所以第三轮又升级了难度 这次他们要猛眼投球 土豪将球扔进了红色纸杯里 获得的惩罚是打一个尴尬的电话 土豪坐到那里 拨通电话 结果还没开始说话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真是大写的尴尬呀 老妈开始投球 把球扔进了绿色纸杯中 结果土豪调皮的把球捡起 又扔进了红色纸杯中 土豪妈妈对此一无所知 这次妈妈获得的惩罚 是删除手机中的一个视频 因为妈妈从来都不舍得删除视频 所以此时妈妈很是心痛 土豪找好了要妈妈删除的视频 妈妈闭着眼睛一按 狠心删掉了视频 接着轮到老爸投球 这次老爸将球扔进紫色纸杯里 转动转盘获得一个惩罚 全身贴满胶带往下撕 土豪一个顺手就撕下老爸额头上的胶带 老爸额头瞬间就红了 可是土豪妈妈过去安慰老爸的同时 也撕掉老爸一边脸上的胶带 疼得老爸哇哇大叫 不得不说 听着这撕胶带的声音 浑身上下的汗毛都在颤抖啊 最后一轮挑战 难度继续升级 这次要绕着拖把旋转20圈 然后再投球 土豪开始挑战 转圈转到头晕眼花 结果球跳了几下掉进紫色纸杯里 旋转转盘 获得扣除1000英镑的惩罚 土豪气得哇哇大叫 合着这么半天白忙活了 土豪妈妈开始挑战 转到第四圈就撞到沙发 第五圈则晕得坐到地上 最后坚持转完 把球扔进了蓝色纸杯里 获得罚进点球的挑战 老妈从来没有踢过球 第一次没进 第二次也没进 直到第五次终于进球 老爸开始挑战投球 绕着拖把旋转得很顺利 之后用力将球一扔 球进了银色纸杯 获得奖金 土豪老妈为老爸高兴 老爸高兴地手舞足蹈 结果直接摔进纸杯堆中 关注我 下一期带大家看更多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